欢迎来到林毅税务讲堂 我是会计师林毅 中小企业乃至微型企业 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动脉 而实务上有很多想要创业的朋友 甚至是一些跨国企业 致电我们事务所 想要了解适合他们的组织形式 所以本期节目 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下 美国企业的组织形态 有哪一些 第一种是C型公司 一般大型企业或是跨国公司 会采用的公司组织形式 例如知名的苹果 Google 微软等等 所以若有上市打算的初创公司 以及跨国企业 也多半采用这种类型 但是有所谓双重课税的问题 第二种是S型公司 由于公司在联邦所得税不课税 而公司盈利至个人税缴交 所以没有双重课税的问题 一般适用于一人至多人的小型服务业 第三种是LLC 一般地产投资会采用的组织形式 第四种合伙 一般专业的服务业 例如律师事务所或是会计师事务所 会采取的组织形式 第五种是独资 不成立公司 直接申报在个人税 表格1040的Schedule C的向下 第六种是非盈利组织 符合50173定义的组织 符合免税定义的所得的部分 是没有所得税的 因为篇幅的限制 日后我们会在逐一的解释 各种组织的课税方式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上我们事务所的官网 www.agpecpa.com 搜寻更多的税务讯息 或是致电我们Cupertino的办公室 408-725-1700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